好 那在前天最后的时候 咱们给大家讲了一下插入排序的算法 但是没有带大家用代码来实现 对吧 那对于插入排序的这个算法 大家现在还有印象吗 没有了 先说这个之前的 在讲插入排序之前 我们是不是先讲的选择排序啊 那选择排序的思想是什么呀 选择排序也没有印象 那到时候考试怎么考 选择排序 我们说选择排序跟插入排序实际上是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把这样的一个有序的序列相当于分成两部分吧 一部分是已经排好序的 另一部分是还没有排序的 对吧 选择排序的时候 选择排序的时候 它是一上来的话 认为整个序列的最左部分 现在是应该是有序的 对吧 然后右边是没序的 无序状态 然后这时候的话 它的思想是从右边这些无序的当中选出最小的放到左边来 对吧 所以它的思想是第一次从右边所有序列当中一个一个去判断 这时候找出来的最小值是17吧 紧接着把17放到最左边 形成这样的一个序列了吧 接下来的话 从第二个元素往后再去找 找出最小的值是20吧 然后把20跟第二个位置上面的进行一下交换吧 紧接着再从右边去找 找出第三个最小值26 正好在它的位置上 对吧 然后紧接着再去找最小值 找出来的是31 31应该放第四个位置 所以跟93交换 对吧 这是关于选择排序的 是从右边无序当中找出最小的放到左边来 那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插入排序 现在是插入排序 那插入排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插入排序 选择排序是操作右边的无序状态 那插入排序就应该是跟它相反 操作的是有序的这边 对吧 所以一上来的话 我假使第一个元素54 它就是一个有序的序列了 然后紧接着我从右边这一大部分当中 取出第一个元素26 取出来之后的话 紧接着我要把26放到前面有序序列当中的 哪一个位置上面去呢 要把它插入到前面这一个相应的有序序列当中的正确位置上面 所以就把它叫做插入排序 那这时候看一下 它在插入的时候 一个算法就是把26跟左边的有序序列当中 从右往左去判断 判断第一个元素 现在拿26跟54判断 26小还是54小 26小吧 那好 紧接着把26跟54交换一下 交换完之后 26是不是就到头了 到头之后 这是第一次插入完成 现在形成的有序序列是2654两个了吧 好 紧接着 再从右边的无序序列当中 拿出第一个93 这时候要判断 把93放到前面序列当中的哪一个位置上面呢 所以还是从右往左去判断 93比54大 所以那93是不是就应该放到54的后面 这时候发现93实际上不用动 好 那93处理完成之后 前面有序序列是三个 后面有序列是这些 紧接着再取出来 无序序列当中的第一个17 看一下17到底应该放到哪个位置上面 还是从右往左去比对 17跟93 那好 17小 93应该挪 紧接着 17比54小 所以17跟54交换位置 再紧接着 17比26还小 那26跟17交换一下位置 这时候17是不到头了 到头就代表17已经处理完成 接下来再从右边无序序列当中选出来一个 这就是关于插入算法的一个特点 他从右边当中始终取出第一个 然后看到底应该放到左边的哪一个位置上面去 这就是插入算法 现在能回忆起来了吧 好 那咱们把这个过程落实到代码当中 咱们把这个插入落实到代码当中 这一咱们已经有了 这一咱们把这个过程都连在他们的这些数换了 这一咱们把这个过程当中选择了 然后咱们现在来实现 插入排序 insert 对一个列表进行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过程 到底怎么来实现呢 好那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思路 先去判断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循环 也就是说从右边当中取出第一个 然后看一下这个26 到底放到左边的哪个位置上 咱们把这个过程给实现一下 那这时候先想 也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应该操作的是第一个元素 不是第二个元素吧 下标为一的 对吧 我一上来就假使零号元素 零号位置上面的54是属于有序的 紧接着我要去处理的就是下标为一的 这个26号这个元素是多少 怎么去换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看 也就是说一上来 我先把这个下标 我先把这个下标要处理的下标写出来 爱是等一吧 这时候我要做的应该就是拿爱跟他前面的这个元素 进行比较吧 因为我们说的 你再去处理把这个26往前放的时候 是采取从右向左吧 那26这个下标是一 紧接着他的54前面这个元素 是不是就是爱减一 也就是一减一就是零啊 对吧 然后再往下看 比如说我现在要操作的是17 17往前放的时候 还按照这样相同方式 还是从右往左去吧 那17如果是爱 那前面紧接着就应该是爱减一吧 对吧 所以 那也就是说 需要的是让26跟他前面这个来比较 也就是说需要让比较的应该是A LISA下标为爱的和爱减一 这两个元素之间进行比较吧 当前爱是等于一的 这时候我们要看了 如果说下标是爱的这个元素 也就是下标为一的26号元素比他前一个元素小 这时候我是不是才交换呢 如果不小就不动了吧 所以 看到条件写出来 如果说 后面这个元素